这无情是岁月,不论年轻时代多么雄子鹰巴的超级巨星,在岁月的面前,都会渐渐显得力不从心,挣扎一番过后,无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 这也是许多超级巨星的轨迹,比如帕蒂斯图塔,比如鲁尼,比如哈维,伊涅斯塔,都是到了岁数的时候,离开了熟悉的五大联赛的舞台,去美国或者是亚洲淘金,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,往往在离开了主流联赛之后,就很难再回归了,可白是总是会有例外的。 伊布拉西莫维奇,这位来自于瑞典的巨星,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总是喜欢给人们制造出一些意外来,他不仅仅在球场上审出鬼没,经常会有神来之笔,球场下的他,同样也是如此喜欢各给大家带来意外。 比如当年他在国米被尊为国王之时,还是投也不回,他就离开了梅埃查,比如当年他从巴塞罗那回归意大利林塞时,让人吃惊的选择了A.C.米兰,这种例子,数不胜数,眼下的他,正在美国职业大联盟,跟洛杉矶银河队中效力,虽然已经是37岁的高龄,可一不一就保持着极佳的身体状态和竞技水平。 在过去的这22场比赛之中,他打入了让人称目结舌,到21力入球,虽然美国职业大联盟的水平,比起五大联赛肯定是有所不如的,但是这种进球效率,也足以证明一部的近况,能够作为任何一支球队的极占力。 事实上,现在的他仍是球师的焦点,甚至引发了两个,劳动家米兰与曼联之间的哄抢,一部的经纪人拉伊奥拉,已经明确了一部回归米兰这支意大利豪门的可能性,他已经就此事与米兰队展开了会谈。 而迪马基奥这位著名的伊大利专会专家,则很深乐观地表示,一部回归与否前不是问题,只需一个条件罢了,那就是救援本人是否能够接受轮换。 当前的米兰队,在封线上,已经拥有了伊瓜英与库特罗内,如果一部能够加盟,确实没有办法锁定主力的位置。 毕竟,伊瓜英的进球效率极高,是米兰这段时间不断前进的最大保障,而库特罗内则为不少米兰球迷失作为球队的未来。 虽然现在还不太成熟,可当下的米兰并没有成绩压力,正是他锻炼的大号时机,伊布如果来米兰,做好轮化的心理准备是必须的。 至于曼联队,也在近日与伊布的归属产生了联系,根据曼彻斯特网报原引ESPN的爆料,曼联队会考虑在一月份的时候引入就将伊布。 众所周知,伊布与莫里尼奥之间的感情极好,几年前伊布来曼联效力,多半也是重臣莫里尼奥而来,这对师徒在一起失业极其融洽,如果不是那突如其来的伤病,只怕伊布现在仍在曼联效力,而曼联队之所以要引入伊布。 不仅仅在看中了他的战斗力,更大一部分人领事木帅是要伊布来稳定更衣室,作为自带气场的超级巨星,伊布在曼联的更衣室里具备绝对的权威,事实争、明。 在他效力曼联的期间,更衣室里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,而等他走了之后,则是各种麻烦。 不过摆在伊布面前的选择,也起码有两个,都是自己的老东甲,究竟是曼联还是米兰呢? 不过摆在伊布面前的选择,不过摆在伊布面前的选择,不过摆在伊布面前的选择。